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元神最新视频,元神4.6前瞻内容摘要 角色卡词,新地图,新顺一物,大量有趣活动复刻 活动祈愿方面up角色为阿蕾奇诺琳尼尼 流浪者以及白族排列上下半顺序请以前瞻为主 全新角色五星长柄武器火系阿蕾奇诺 全新武器五星长柄武器赤月之行 全新地图诺斯托役区加久日之嗨跑图时机可看其他视频 下面进行水下区域平面图分层演示 全新摄影物邪律异想断章未尽的瑕疵 全新精英怪物魔像竟为其属性和掉落如上所示 全新首领怪物魔像都君其属性、机制和掉落如上所示 全新周本铺人的试炼及其掉落材料如上所示 全新传说任务赛诺第二幕阿蕾奇诺第一幕 全新头像角色阿蕾奇诺加完成对应世界任务解锁的NPC头像 全新名片展示 按顺序为阿蕾奇诺路景全满供奉迹行 挑战者第九集新地图成就 全新料理展示其中第一款为第二款的阿蕾奇诺特色款 西上召唤新增的五张角色卡和十一张卡牌展示 4.6版本会有全新英游活动加苏形之龙 参寻战技加震惊的研究加风行迷踪 完成英游活动可获取全新道巨腕风源号 是使用后可以进行演奏的风带 原神 仆人蜕变为命座战士 V4再次调整低命实力 低命玩家玩法直接瓦解 关于仆人的V4改动 已在测试符中进行了倒数第二次调整 据悉 这次的调整在V5版本之前只会进行轻微修改 意味着该版本的仆人机制可能是最终版本 这一调整只在增强高命玩家的输出表现 但对于低命玩家而言 这意味着机制的一半被削弱 同时也凸显了专武的重要性 专武的改动是首要关注的 专武的增幅从V3的18%调整到了25% 然而普通攻击的重击倍率却被大幅削减 活附膜的启动方式也进行了调整 从之前的20%增加到了30% 移命增加的倍率效果也从120%调整到了100% 此外元素爆发的恢复量也有所调整 从之前的100%生命之气加300%的攻击力 调整为150%的生命之气加150%的攻击力 另一个重要的改动是释放元素爆发时需要消耗标记 尽管在V3版本中没有修改 但在V4版本中这一点似乎已经得到确认 在之前的版本中 玩家可以利用标记的岩石效果来达到双层元素战绩的效果 但现在为了保持生命 玩家必须释放元素爆发 否则需要一个可靠的钟离来保护自己 否则 玩家只能放弃低命双翼的输出方式 按照策划给定的输出方式行事 否则 一旦走位失误 元神 仆人无把武器强度对比 结果有些意外 4.6版本新角色仆人虽未上线 但已受到非常多玩家的关注 而其武器选择也是玩家关注的重点 为了方便大家对角色强度 武器强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这里以按VE版本技能数据 专武赤月之行 90级仆人加90级专武加斜律套圣遗物 圣遗物主词条攻火爆 副词条按20%攻击加成 非战斗属性 2187攻击 80%200%双爆加成 理论输出 使用X骑手吃满武器和圣遗物被动 首轮普攻前三段暴击非暴击伤害分别为 6774022580 22339分之670116 6933223111和蒲渊 非战斗属性 2187攻击 80%200%双爆加成 理论输出 使用X骑手碟5层武器被动 首轮普攻前三段暴击 非暴击伤害分别为 5415218051 18064分之54193 6005420018 强度期望 需普攻第三段带入暴击率计算输出期望 可得即使是满城和蒲渊强度也仅为专武的86.6% 主要原因是少了25%的生命之期加成 导致仆人在红死之宴带来的基础伤害加成较低 护膜之杖 非战斗属性 2229攻击 80% 222%双爆加成 以调整 理论输出 普攻前三段暴击 被暴击伤害分别为 55131 17121 544311 6904 56668 17599 强度期望 同区普攻第三段计算输出期望 可得护膜强度 约为专武的81.3% 主要是因为基础伤害区 与伤害加成区 与专武差距过大 虽然多了22%的暴击 仍无法拉回差距 临精通 刺杀之杖 非战斗属性 1943攻击 80% 244% 双爆加成 理论输出 普攻前三段暴击 非暴击伤害分别为 5134014925 14735 50689 52772 15341 强度期望 依旧取普攻第三段计算输出期望 可得临精通 刺杀强度 约为专武的75.4% 和前三者相比 存在较大差距 吸灾 非战斗属性 2489攻击 80% 155.8% 双爆加成 理论输出 仆人开衣后 切入后台 可以正常跌 吸灾武器特效 因此默认持满武器特效 普攻前三段暴击 非暴击伤害分别为 5563521749 21473分之 54929 22356分之 57186 强度期望 依旧取普攻第三段计算输出期望 吸灾强度 约为专武的83.6% 仅次于和蒲渊 这一点倒是超出预期 究其原因是攻击力 不仅直接影响其普攻基础输出 更对红死之焰机制影响极大 总结分析综合分析 可以发现两个问题 一 除专武赤月之行外 仆人几乎没有其他优秀替代武器 即使是满城和仆渊 仍有13.4%的差距 五星武器尚且如此 四星武器就更不用说了 二 仆人的输出能力 受基础伤害区域影响非常大 之所以产生上述两种现象 主要因为仆人红死之焰 不仅受自身生命之弃的影响 同时还受攻击处 记得关注再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